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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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丢死你 我丢死你 秦武就是白局了 这不可能 他就是要 他只是引雷电入地 重塑永安 好魄力 青年莫不是在做神劫 难道 三界要产生第五位上神了 方才已经降下了四十九道天雷 一是神劫 如今又是三十二道 这不正是 九九之术 除了真实的 还有谁能引动 这八十一道天雷 阿华 难道他就是败 妖力 他身上竟然有妖力 半神之巅 星界终于处理一位半神 若不是内单离体需要重塑灵脉 海上君此番 恐怕会成为上神之巅了 能有如此奇遇已是侥幸 此人成为天界第五位上神 知日可待 好吃 昼儿 好吃 小仙参见谷军上神 谷军 无患 你敢再上后池 我便要你整个天宫陪葬 好吃 好吃 沐光 你好歹也是天界之主 曾答应过我在天界 挥护后池安全 现在吴焕 在你眼皮子底下对他动手 还算什么信守承诺之辈 顾举 笑话 此女冒充后池 体内并无龙丹 我身为她的尊长 难道还不能问个清楚 本军的女儿 本军岂会不认的 她年幼体弱 内丹残缺 本军早就化了她的内丹 以心血养殖 你这母神从未关心过她 身份也是冒领的 我看不做也罢 顾举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顾举 当年是你当着仲仙的面 暗示我做她的母亲 我顾念旧情 没有揭穿 如今 你倒是要反悔了 是 本军如今便要反悔 你又能如何 今日 本军就将一切说清楚 吴女后池 并非无患所生 六万年前 我为了让吴女后池 名正言顺地存于三界之中 才选择了我 谁料 一招之错 竟让诸仙误会至今 既如此 我便再次澄清 无患 从来就非后池之母 虎君 你想让本军认就认 不想让我认就不认 你竟敢如此辱物 我敢的事还多着 就凭你今天做的事 够本军杀你一百次 本军也是念着当年神界的情分 才放你一忙 你应当自行 你 虎君 你贵为上神 还须慎言 丫头 你真有本事啊 快把天宫都给拆了 别怕 有父神在 有事咱们回去再说 等等 青池宫的人可以走 但是青木必须留下 无患啊 人家只是不愿娶你女儿 你怎么还非要人家的命呢 就凭他体内有妖力 本军今天就要拿下他的命 简直是邪思抱怨 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本军是为了整个仙界 方才这后生 以一身仙力 扛过九天玄雷 若他是妖族 早就被九天玄雷打回了原形 还轮得着你在这儿 说七说八的 他体内明明就有妖力 对 有一丝妖力 那又如何 他身受三手火龙龙溪焚身 身上存有妖力再正常不过了 你竟然要以此 断定他为妖族 我倒是听说这后生 前几日才在三手火龙那儿救了你儿一命 你们天界之人 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 还真是恬不知耻 德行有失啊 古君此言差矣 就算清末 他救了养儿 对我天公有恩 那也比不上仙妖两族的大事 若他来历不明 天后盘长 也不为功 木光 你可别忘了 神界在时 仙妖两族本是一家 何分敌我 是啊 古君上人说的有道理啊 是 好了 今日 就到此为止 此事 尚有疑虑 不能妄下定乱 陛下 没有查清楚之前 不能放他们走 神君 你这后生 不必多力 古君上人 下君清末 愿以身为聘 迎娶后知上人 还请古君上人答应 你这后生 你凭什么以为 我会把后知许配给你 就凭你刚才 扛过了几道天雷 清末带后知之心 日月可见 清末月对天发誓 我在一日 三界之内九州之中 神伤他 我便诛神 我乳套 我便诛魔 若为此事 他日必定万魔是心 魂飞魄散 你想得美 今日起 本君会在清池宫 待上万年 诸位先有 若是遇到麻烦 可以来七连山喝茶 但本君的女儿 不嫁 清末 我家神君脾气就是这样 刚刚对那两位 也没有好脸色 对你已经是很不错了 再说了 后迟乃至他的心头肉 你这样求亲 也太随意了一些 要不这样 你先缓几天再说 三妹 你也看到了 清末和后迟的感情 早已跨越生死 你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听二哥一眼 就此放弃吗 我为了他 断尽一身灵根 到头来 还是缓得一张空 这时间的情 我总是拼尽全力 仍然抓不住 二哥 我累了 赵儿 看来本尊此前 倒是小瞧了这条交路 沈尊 如今三界都当你是灭尸之神 古军更是对小殿下忠心耿耿 你要是想将小殿下带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上古的未来 岂是他人能够做主的 无患 你敢伤后吃 看来这三界至尊做了久了 竟让你忘了何为尊 何为悲 他是妖神天启 妖神 陛下 妖神不是早就死在白绝真神手中了吗 本尊与天同兽 谁能杀得死本尊 穆光 六万年不见 你这天地倒是做得似模似样啊 我妖族不来犯你仙族 你却且二子入渊灵沼泽回来 三手火龙进神 怎么 一个仙界之主 已经满足不了你了 竟想吞并三界不成 妖神 天地本来就是智阳神尊 则选的三界之主 若非妖族叛乱 三界岂会失和 莫要再者颠倒黑白 一个区区杂毛凤凤凰 也敢在本尊面前放眼 你 妖神 你今日现身 到底抑郁何为 本尊既已归来 定让你们先族付出代价 虽说本尊瞧不上你这小小的弹丸之地 可若你先族再犯我妖族半寸 本尊定然而等 如这青龙台一般 灰飞阴灭 妖神 他真的是妖神天启啊 妖神仙是 三界威夷 杨二 敲响青龙中 换三界上仙 入天宫 商议对策 是 夫神 怎么这么久了 小殿下他们还没有消息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家印 家印见过沈隽 沈 沈隽 您总算回来了 您要是再不回来 咱们青蛇宫 可就被天宫的人欺负死了 放心吧 以后不会再有人敢欺负咱们了 对了 这麒麟山洞府 怎么少了这么多啊 您 您这万年未归 麒麟山的灵脉和灵气都大不如前 有的仙门修炼缓慢 以为是青蛇宫势腿便都搬走了 混账 去告诉那些仙门 若他们再想回来 可没那么容易 是 神隽 陛下 妖神献室 不知陛下可有应对之策 仲卿 先不必惊慌 当年妖神尚于白绝真神之手 尚未恢复真神之识 否则以他的神力 早已将我天宫化为废墟 又如何只肯毁了一殿 就自行离去 陛下说的是 依本君看来 今天妖神在天宫大闹一场 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陛下 纵使妖神神力大损 也不可小觑 妖神当年遇回三界众生 独成主神 若等他神力恢复 再生此心 怕是会生出乱子 老上君说得是 锦阳 你领五万仙将前往罗刹地 驻守仙妖结界 妖族若有异动 及时来报 是 父神 妖神献事 乃我三界第一大事 我仙族应齐心协力 一起应对 从今日起 各先门上君 守好自家门户 切莫让妖族之人 有机可乘 是 陛下 古君寄计会 妖神献事 再加上我天宫 天界三族鼎立之势又成 谁也不让谁 若是不破不力 碧将 重蹈六万年僵持的覆辙 陛下 除了和妖族对立 那青池宫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你可想好了 想好什么 想好你为何欺瞒我 这么多年吗 后池不是你的女儿 你为何不告诉我 我 这么多年 你都不曾问过我 我以为你不在意此事 我是不在意此事 可是你对我坦诚相待了吗 啊 若是凡间女子 定会将此事告诉自己的丈夫 而不会像你一样 一直隐瞒任由误会发生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当然在意你的感受 我们都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这些年 我打理天宫 也不可谓不尽心 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个事情 你就至于我对你的感情 好 那你告诉我 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还不是因为 古君常年不在 你来青池宫看我 所以我才跟了你 我心里一直对古君有愧 后来当他拿着那颗 未出壳的丹来找我的时候 我是可怜的孩子 所以我才答应 做他名义上的母亲 没想到 没想到竟然见出 这么多的误会 阿环 这么多年 又有谁知道我心里的苦 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要论语清之后的恩怨 最初 还是因为我对你轻身 这才得罪了古君 过去的历历总总 我们就放下吧 以后 你也不要再去找后池 和青池的麻烦了 好吗 神君 家业已经通知各大仙门 以后齐连山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的了 各仙门早就习惯了捧高踩低 趋炎复势 我青池宫在三界 向来保持中立 与天公也并不交好 趁此机会将他们惩治一番 往后齐连山 倒也清静 我看那些仙君啊 长走都毁清了 只要有您在 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咱们青池宫了 凤冉 本君一走就是万年 这些年多亏了你 才把青池宫 打理得井井又条 神君何出此言啊 要不是当年您收留凤冉 凤冉现在还不知道 落得什么下场 从我踏入青池宫那一刻起 这里就是我的家 您和后池就是我的亲人 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 后池并非天后之女 这些年她因为绅士的事情 受尽了耻笑 吃了不少苦的 瞧着着实令人心疼 当年本君 也实属无奈之举 本君此次回来 发现后池的灵力 较万年前经济了不少 不知是否跟青龙台上 那位仙君有关 神君关心此事 在青龙台上 没有机会向后池问清楚 你且与我说说 她的详细情况 这位上君呢 出自北海 打小就天赋异禀 不到千年 便到了上君巅峰 在先见赫赫有名 天公屡次向她示好 她都不为所动 偏偏对后池一番真心 在外处处维护我们青池宫 我瞧着她跟后池呀 很是 很是什么 还是般配 休得火焰 神君 您在青龙台上也看见了 他刚后池几番经历生死 早就互同心意认定了对方 您现在若是想阻拦 恐怕也用不上力呀 而且青木上君为人正直 本性纯良 也不是攀附权贵之人 这种品性在三界着实难得 不必说了 本君还要替后池熬制草药 他的身子 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教神君这态度 恐怕后池和青龙要吃些苦头 神尊哪 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竟然与后池相爱了 还陷得那么深 这该如何是好啊 父神 阿迟 你身体还未痊愈 怎么过来了 犹大 我虽然在青龙台 为你注入了灵力 但你底子弱 这些仙草 是为父从雪山之巅采来的 对你最为有用 一会儿 让长雀替你熬制了 阿迟 你体内的灵力 为何如此旺盛 父神 我在天宫有奇遇 莫名地炼化了朝圣殿的神力 如今 我也能帮你守着青池宫了 朝圣殿 什么 阿迟 你把这么珍贵的灵药 端给父神做神 浪费了 父神 您就别降了 我都看出来了 你都看出什么来了 您身上有伤 小伤 无妨 小伤 那您这万年间 都去哪儿了 这些灵药 可是 父神从雪山之巅 一珠一珠采来的 你根基弱 吃了这些呀 才对你身子好 往年您离开 都会有令狱传信回来 这次去了那么久 一点信都没有 为父 在途中遇上几只上古神兽 与他们交战时 不慎伤了灵外 不得已入定疗伤 没想到 一觉醒来 居然过了万年 那您的伤可大好了 你父神可是上神 这点小伤 喝足寡池啊 好了 阿迟乖 快把药喝了 父神 这药膳 横竖也是女儿的心意 阿迟 父神为你喝 好 好了 阿迟乖 要不这样吧 你喝一半 父神喝一半 好 父神 您都不知道 这么多年没有见到 我有多想念您 阿迟 陪父神出去走走吧 阿迟 亲目上君 你这是 亲目求见古君上神 还请帮我转告 上君稍等 长雀 这就回去禀报神君 这些年 真是为难你了 父神哪里话 我是青池宫的少主 我守着青池宫是应该的 乔阿迟终于长大了啊 父神很是欣慰 如今父神归来 我倒要看看 谁还敢欺负咱们青池宫 父神 您此次远行 可曾听到过伯璇的消息 不曾 不过算算日子 伯璇应该早已渡劫化身 可如今迟迟未归 或许是 不会的 虽说这万年来 三界从未有过先君尽神之事 可是我相信伯璇一定不是堵截失败了 只要我一天没找到他 我就相信他仍然活在这世上 是为父严重了 我也相信 你伯璇的实力 他定会平安 父神 女儿还有一事 青龙台上的后生青木 他带女儿情真意切 女儿亦是如此 你和他 我与他 已经许诺终身 亘古不变 青木为人正直 善恶分明 女儿不会看错人的 小殿下 神君 长雀 何事如此貌事 神君 北海上君来了 现在 正在宫墨外 等着求见神君呢 来得正好 请他去正殿吧 是 走吧 青木见过神君 免礼 本君今日见你 是想把话和你说明白 你对后池的心思 本君很清楚 但你们的婚事 本君 不同意 父神 还望北海上君 以后莫要再来请之国 告辞 父神 父神 后池 你先别着急 父神 怎么会如此 你也多为神君想想 你跟神君一别数万年 现如今团聚 青木由上门来求取 是问哪个父亲 会舍得自己的女儿呢 可是刚刚父神说 以后都不让青木 来青池宫了 神君说的是莫要再来 不是一定不来 我看他呀 还有机会 是啊 后池 我还有机会 今天是我太齐了 没有顾虑到你父神的感受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让他终有一日可以承认我 让他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 你先多缓几天 我觉得神君此番作为 是在考验姑爷呢 考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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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iers 神尊啊 造化弄人 若您回想起这一切 看到如今这般情形 又该如何 后池与清暮 用情一身 可我不忍心 看见后池难过 夫人 公主的身子 才刚刚恢复 万不能喝酒 你们 就是这么伺候的吗 奴婢知错 公主殿下执意要饮酒 奴婢实在拦不住 愿陛下恕罪 罢了 都退下吧 身子痒得如何了 也无大碍 妇神那日 知道你试了龙丹 恨是心机 对你说了几句重话 龙丹是你的根本 若是没了 你就什么都不试了 父神也是心疼你啊 是女儿 一是糊涂 才做了如此荒唐之事 还让父神和母神 替我担忧 女儿知错了 这些事情也不能劝怪你 这些事情也不能劝怪你 要是父神知道那轻母 终已轻持过 父神 绝不会给你们此婚 也不会落到这个局面 此婚 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但是经历了此番事情 我也看清了许多事 周儿 你从小生活在天宫 养尊处优 我们对你都是千亿百顺的 这才养成了你交纵的性子 本以为是对你好 感情这种事情 勉强不来的 这次 吃了苦 一定要记住 这其中道理啊 女儿知道了 以后 女儿一定爱惜自己 不再肆意妄为 这便好 龙丹诗而福德 对你的灵力 有很大的损伤 不如 闭关修炼一阵子 对灵力恢复 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 不能吹着凉风 父神 送你回寝宫 好好休息吧 父神 想哭就哭出来 父神永远陪着你 妖神仙氏 就离觉醒不远了 待他成为真神 就以月明为由向我发难 我又岂能招架得住 靠目光 不行 我必须提高自己的灵力 留给本君的时间不多了 此功乃煞气所炼 若你用他修炼 可提升灵力 煞气 就是那些枉死之人的怨气和恶念 他们心中所有的愤愤不平 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所以此功也威力无比 六万年了 本君已不是当年的小神士 而是拥有上神之力的天宫之主 彼时不能控制的魔器 难道现在 还不能为本君所用吗 天后有何吩咐 天后有何吩咐 沈尘 今日仙族以仙将失踪为由 率先发起攻击 我们双方几个来回护有胜负 但也折损不巧 护有胜负 是起我妖族无人了 传令下去 杰克命三手火龙入住罗刹地 再加一个半神 我看仙族还如何放肆 是 沈尊 我想了这一晚上 我都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 后迟 你父神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 除了宝贝女儿 神君最在意的 就是他的兵器房了 我问过常雀 他瞧着这些年神君不在 便偷了心来 没有打扫 好 既是考验 那我便先从这兵器房做起 你真的要去打扫啊 越是什么都不缺的人 越需要真心 后迟 你放心 我会让神君看到我的诚心 让他放心把你交给我的 Attend Wrestle 怎么办 我还不 Mexican 我去喽 去吧 去吧 去了啊 去吧 去吧 全人 这是只有婚留 我们也知道 有女孩 又 возможность 你要 不 hablar 你 见过神君 在哪里 沈君 走吧 日升月落下沾冬雪更迭存在 别怕命运百转千回终会重来 雨满眼尘海 回忆长青苔 思念无碍万千朝夕离不改 看多少个春秋来回 守着年岁 悲伤终不停轮回 也不曾离开 远远的存在 爱如明月朝山海 用一生说些等待 变成海 汉多少次不了千回 守着年岁 忘乱天涯中不悔 谁不曾替代 愿有天醒来 往事前尘被解开 心中将为你坦白 多少沿途看过的花 白了又开 也许离散伏笔 未来终会流转 被化作云彩 雨滴落心海 等到云开天晴 以色然将来 与你悠然事外 爱已过千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